本席是比较关切高铁的案子 虽然跟今天主题无关 但是我想请部长 因为部长你过去没有担任部长之前 你一定去过中国大陆嘛 你竟然去中国大陆 那你在中国大陆有没有搭过高铁 有没有搭过 搭过铁路吧 那时候还没有高铁 可能就没去了 你可能还印象 因为它有分普通铁路 它有动车 对对它有高铁 那时候还没有动车 因为台湾高铁在通车的初期 我曾经在交通委员会提过一个咨询 我问过一个问题 我想今天跟部长讨论一下 就是高铁因为它的速度很快 所以它有一些高度安全的机制应该建立 那么它应该比台铁的标准更高 那结果我们台湾的高铁 目前没有乘入高铁警察局 我们没有 我们有高铁警务段 警务段 所以我查过 我们现在高铁警务段的人力是160人 160对 160人 占我们铁路警察局的警力就有28% 没错 然后呢它每一个高铁警察 每一位高铁警察 每日服务的 班次量 跟它抵算 因为高铁每一天发133辆 抵算过去的话 我们每个高铁的警察 只服务0.83 不到一辆 换句话说 以建警率来讲 所以部长我是想建议 因为今天跟这个主题虽然没有关系 我想部长我们就这样正常的回应 我建议部长就说回去之后把高铁警务段的警力的建警率应该提高 因为这段时间是一个很是一个安全大家觉得很唯一的一个一个时期 好不好 因为我之前就算过他每一个高铁警察每天居然服务不到一个班次 那代表他有问题 我举铁路警察局为例的话 每一个人可以服务到2.6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高铁警察 警察的建警率不高 基本上会在整个治安的违物当中 如果以目前这个情况我们担心 再来第二个就是说大陆的高铁它要安检 它要安检 本习不是说我要主张高铁要安检 本习是抛出一个议题请部长回去思考一下 就以后像高铁这种如果有行李上车的话 有没有一个安全的机制 可以透过要求高铁自己做 或者是说在我们的火车站的时候 基本上我们的铁路警察局 基本上就可以做一定程度的一个目视 或者是安全检视的一个机制出来 或者是甚至我直接问 就是说我们有没有办法像机场这样把高铁做安全站 没有办法吗 很困难 因为它第一个你要封闭 对 所以它对整个的动线会有 现在的假如目前这状况是非常困难了 对 那我们会再来看假如这样的话 事实上整个动线都要改 那个整个的人力负担是一个相当大的人力负担 这个我们可能要必须跟交通部来好好 所以我要建议部长就是说我们先从我们内政部自己的自然维护的观点 然后我们现在有一套思考 然后我再建议部长在成为刚刚所讲跟交通部再做一个整合 因为我们现在经常很多车站都共购嘛 我们跟高铁铁路局共购 我们现在甚至跟捷运共购 所以这里面的安全机制的联防 其实我认为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包含我们现在的捷运的系统 部长你知道吗 现在以台北市跟新北市的捷运沿线为例 它的捷运只是一个警察队耶 它捷运警察队的人数最多只有100名 编制经常不到100名 大概80几个人 所以基本上随着国家社会的发展来讲的话 新的交通运据不断提升 速度不断提升 酝酿不断提升的情况之下 那你说我们的整个警力的治安的维护 没有配合它就发展 我觉得蛮怪的 谢谢委员提醒 我会请警政署来认真的思考 认真的演绎 那可不可以请部长 就是说如果你们有基本的方向的话 可不可以给我一个书面的回答 好不好 部长请回 我慢慢请王主委 谢谢 来请王主委 周委你好 我想今天很多在意党委员很有意见 但我觉得有意见是正常的 也蛮好的民主社会 我倒是要先请教一下 就是说我们两岸互设办事处 到底是水到渠成 还是你们一直想要先行作业 我想请问就是 你们有没有做过民意调查 对两岸成立互设 两会互设办事处 民意调查目前的指标是怎么样 包委员在我回答您问题之前 是不是可以容许我针对他们刚刚提到的政协委员的这个部分 做一个很简短的说明 可以 你说 根据两岸条第33条第5项的规定 第二项第三项就是刚讲党政军的部分 成员认定由各主管机关为之 如有一亿得由行政院大陆委员会 会同相关主管机关及学者专家组成审议委员会审议决定 所以事实上在认定是不是符合这个规定 事实上是法律的规定是主管机关来进行认定 如果主管机关认为有意义 是行政是陆委会召集会议来来进行认定 好 在做这样的一个说明之后 那针对您刚刚的这个问题提出回答 就是说 基本上我们是因为两岸都认为服务两岸人民 有这样的一个需要 所以在去年的八次将成会的时候 已经达成共识 双方应该各自进行研究 那在研究之后呢 现在已经双方已经针对一些问题 进行初步的意见交换 所以刚刚我跟几个委员咨询 我提到有一些已经达成共识 有一些还没有共识 还需要继续协商争取 但是为什么今天要提出 就是说要提出这个海协会来台湾设处的这个 草案呢 是因为那个两岸条例第六条的规定 需要有法律依据 所以我们提出这样的一个法律 这个法律里面 其实有非常多实质的规定 里面有几个需要 那法律授权行政机关的也是符合两岸条例里面的 一个大致上的一个模式 那我们是希望同步进行 一方面进行协商 一方面进行法案的审查来争取时效 我看过一个民调 应该是你们公布的吧 七成 七成 是的 七成的民众支持两岸两会互设办事机构 反对的有多少 反对非常少 反对的我查过15.8 对 所以如果以民调的指数来讲的话 基本上这个就是绝对的主流民力支持 应该设 可以理解绝大波幅多数的台湾民众都支持 所以你们要在论述说 你为什么要设两岸的办事处的时候 这个时候你基本上民力的主流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这个不涉及到一个党的政策 或是一个政府忽然之间 或者你王一齐主委你个人的想法 这个是一个主流的民力的一个彰显跟叛应 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基础 再来第二个就是说 民建党委员所讲的 我不认为都错 但是就是说 基本上他是不是会把它变成刁难成说 把你逼迫到之后变成两国论 我把你逼到成是两个国家 我逼成到时候你都是用大使馆 用领事馆的一个概念 我是不以为然 因为我们两岸目前是一个特殊关系 没有错 对 但是如果某些观点我们可以尊重的话 倒是就是说你要特别注意到 就是说可能你们目前在进行初期谈判的时候 针对这个部分 你在下一次我们如果来排这个法案审查的时候 您必须要有比今天更明确的方向 这一点我倒是赞成 好 民进党委员的这个意见 我个人倒是赞成 比如说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来讲 比如说他增设的时候 我们在北京设我们台湾的办事处 那我们的门口可不可以插台湾的旗帜 那他同不同意我们中华民国旗帜 如果他同意我们中华民国旗帜 我们要同意他五星旗在台北 他也可以插 那如果我们不同意的话 那他们两边都不同意的话 那请问两岸是不是都可以同意 不要有旗帜 可不可以 这个问题是现在正在协商的议题之一 没有错 目前还没有达成 我说类似这个涉及到重要的国家的指标 或者国家的象征 基本的东西 我倒是觉得就是我们可以超越蓝绿 我们就事论事 所以这个时候你们必须要在立法院进行审查的时候 因为蓝绿的委员都会有所攻防 在这种情况之下 你应该要一个厘清 有个重点的概念的原则 或者是再受到一个问题 就是说以后他可不可以进去变成政治批护 可不可以 譬如说有大陆人是跑到我们台湾的办事处 北京办事处里面去 所以要求政治批护 请问我们接不接受 同样的道理 我们台湾的人跑进去 我们台湾的罪犯跑进去 那可不可以 所以这个问题基本上 我觉得我们可以不用意识形态的纠葛 我们可以就事论事 取法乎上的角度里面 来做一个务实的一个讨论 或再譬如说 如果以后他们的台湾的行为 某些行为 像刚刚委员有问到 他们说他主张反对台独 那我们可不可以比照言论自由 或如果他不是我们 目前中华民国管辖的范围内的人民的话 那我们可以说 他不适合我们的言论自由 那可不可以 所以你那个角度 那个准则 那个把尺要非常非常的公允 而且要明确 你不能模糊 所以如果民进党的委员 可以跳出蓝绿的纠葛的话 所以待会姚文字的委员要咨询了 我又引述谢唐廷前主席的话 他认为民进党党内目前的两岸的政策 他还不够精准 他还不够进步 他还有所不足 所以包含许信良前主席也都是公开做批评 我是觉得这也是在把民进党重新对两岸政策的一个思维的考验 我反而觉得两岸设办事处可以检验民进党当前的大陆政策 本身有没有突破 有没有新的思维 有没有新的角度 还是停留在台湾自觉论 停留在台独的意识形态 我觉得这个社会也都在看啊 所以这本来就是一个公允的范围 所以我倒觉得说 主委你可以完全不是偏颇的用这个角度里面来呼应他 所以可不可以在下一次法案审查的时候 用更精准的或比较明确的方向来讨论这个话题呢 我们在整个规划的方向 其实是如同委员所说的 我们在中央民国宪法结构下 不会把它弄成国与国关系 但是委员所反映的民意 跟委员所各个委员所强调 希望我们要这个坚守的一些重点 我们都有把它记下来 有很多如果有高度共识的部分 我们都会积极跟陆方争取 现在的问题是说 在两岸协商的过程之中 如果双方没有达成共识 我也只能讲到这里 说我们会争取 能够讲的一定是达到共识了 等于说双方都同意了 它才有可能会变成协议的一部分 所以下一次如果有这个议题的 这个审查的时候 我们希望有更多的进度 我们都是秉持公开透明的原则 只要有新的共识新的进度 我们一定都会跟委员来做报告 所以我觉得你未来在达选的时候 共识跟进度要比今天更多 然后方向更明确 那当然不可能说先签协定 你再来立法嘛 这是我认为这是不太可能的事情 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 我们大概以后才会互相来讨论 但是某些设计到一些重大的议题 或重大的想象的时候 你要去假设性的思维 譬如说如果以后他们在台湾的 人的大陆的官员在台湾实质的行为 有所不当的话 那你以最高主管单位的主管 你可不可以把他找来 跟他要求你不可以这样做 这个是一定会考虑这样做 甚至更严重的都还可以根据相关的法律 请他出境 因此 既然都有这样的一个思维 就应该把他未来在法案讨论的时候 你应该把他概念 把他具体化 把他具象化 否则的话 你一切都推给说正在协商 正在讨论 这样的沟通当中 那基本上可能没有办法满足立法案的要求 所以这一点特别给王主委做一个参考 谢谢 谢谢